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松山南陸的德性花园为柱鲁市 是中区居民舒展身心的休闲之地 不过德性背后其实成在了一段战争往事 16世纪中叶 蒲国人东来澳门 当时明朝政府禁止海外贸易 带葡萄牙人获准和中国内地和日本贸易 赚得丰厚利润 由于蒲人当时只限通商 没有带部队随行驻守 也因为明朝政府的反对 葡萄牙人不得建造具规模的炮台 或者城墙等等的设施 此时在地球另一端 革命后的荷兰迅速崛起 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 他们从海路旷窗来到中国 深感古老帝国背后的庞大商机 在多次借地通商军被拒绝后 发现澳门几乎不设防 明朝政府也无意介入 欧尔与红毛藩之间的斗争 于是决定攻占澳门 夺取贸易据点 1601至1627年间 荷兰人曾先后五次进犯澳门 规模最大的第四次入侵 则于1622年6月打响 当时荷兰派出十多艘战船 约千名士兵进攻澳门 凡官蒲方守军只有约数十人 加上协防的居民以及奴隶 也不过200 兵力懸殊 6月24日经过两日试探及炮轰之后 荷兰人在当时仍是海滩的汤九环登陆 挥施澳门城 普军寡不敌众 唯有退守 河军于是乘性追击 急行军至今得胜化缘一带 胜尼在望 但此时荷兰阵内突然爆炸 有说是耶稣会会士 在大炮台上及炮轰中河军的火药车 也有指是荷兰士兵失误引致 爆炸加上急行军引致的补给不足以及疲劳 令河军方寸大乱 普军建壮立即反攻 将方乱的河军杀得落荒移逃 劣势下奇迹反胜 荷兰大败之后 就转移进占台湾 1627年最后一次进犯澳门失败之后 就以台湾作为主要据点 澳门为纪念该次大节 将6月24日定为澳门史日 逆于1871年3月 在德胜花园内建立战胜荷兰纪念碑 而花园本身是华士古达加玛花园一侧的临阴大道 设有奏乐亭及喷水池 先后被称为奥辉者之园、胜利之园、 德胜广场及德胜前地 后来因建设新花园及学校、仙像公园分开 成为今天的德胜花园 这段历史早已淡去 唯有纪念碑 印证澳门400年前的战争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